大家好,我是水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奇的話就上網搜尋幾個名字 不知道有沒有搜尋到自己呢 我以前小時候就試過打自己中文全名搜尋 結果發現原來跟自己同名同姓的人真的有很多 我近期因為我的頻道都剛剛打入20萬訂閱 所以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我都很好奇網上有多少人討論我 結果搜尋到發現原來也真的有人討論我 提及我的人也有好幾個post 但是真的討論的就目前只有一個 就是在連登到在7個月前就有個post 原本不是說我的 但是下面的回覆有人提到我之後 就變成了部分的留言就是評論我的頻道 我們一起看一下他怎樣評論我 開始的東西因為不是說我所以我就不說了 下面就到講我那裡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什麼 一樣是Target小朋友的卡爾頻道 他沒有被人罵過因為他夠真 對觀眾和他的倉鼠很好 下面有人反駁他 他就說沒問題而已 你試試給他上幾十萬訂閱 然後打開youtube熱門見到他 連登仔嗨都嗨不及呢 然後在下面有人回覆他回覆 叫名句叫名 還有看出卡爾是有心拍片 自己弄東西給倉鼠玩 學術性的實驗片 Target小朋友 以導師教學為方向 下面那些不說 因為不是提我 之後再下去呢 就有人獨立回覆了一個就說 有人提卡爾 我youtube帳號只是follow了四個channel 其中一個就是他 覺得他有心做和有些小學術性的東西 看一下老少也對看 起碼不會沒意思 之後那些都沒有再提我了 整個post都沒有再提我 還有都真的沒有第二個post說我了 首先真的很多謝他 follow四個channel 其中一個就是我 他有一件事說得很好的就是 我本身出片都真的沒有Target任何東西的 我都希望真的 小朋友到大人都看得明白 還有覺得有趣 這個是我最希望做到的東西的 其實我也有 大大話我也有四五十條片 是上過熱門的 有幾條片是上到頭三名片 最主要不是因為你上熱門而罵你 是你上熱門而你不值得上熱門 才會罵你 其實我也有想說說 就是為什麼在討論區 其實很容易會看到一些負面的評論 在現實生活很多時候都很難會遇到一個知音人 很難遇到一個人和自己有共鳴 所以在網上很多時候你一罵 就很容易會引到有其他有共鳴的人一起和你一起罵 除了他是想發洩或者分享一些感受之外 更加都是希望可以在網上找到一些和自己有共鳴的人 亦都可以給自己一種感覺就是 原來自己不是孤獨的 就是人是很希望融入去某個群體裏面的 即使你說自己是邊緣人都好 經常有人說邊緣人 那不是任何群體的 其實邊緣人都算是一種群體的名稱 所以經常很多人都是自嘲自己是邊緣人 其實都是希望大家覺得自己並不是孤獨的 而是一群人一起在網上一起孤獨 together alone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和我的看法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現在越來越多 這個社會說病了很多人有精神病或者自殺等等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那個群體 有時候不開心或者很低落抑鬱 並不是說需要你去說什麼話安慰去支持他 他只是希望找到一個和自己一樣或者差不多的人 明白自己怎麼想 所以其實明白自己怎麼想的那件事很重要 所以網上那個討論其實更加多是希望引起和自己有共鳴的人一起 賺了很難會有人賺 經常都會覺得現在這個社會賺好像背後有太多原因 反而罵就沒什麼 罵那種情感容易牽動 所以我搜尋自己之前其實都有一定心理準備會 會不會有很多負面的評論其實在說我 但我現在才知道呢 但是如果搜尋到其實我又在想 都未必是壞事 我可能真的在他們學到一些東西 因為始終在自己頻道上太多支持者 太多自己支持的人一定 大部分人都會說一些好說話給你聽 有時候會迷失的 我自己都是希望一個求進步的人 至少不要退步了 所以都會希望了解一下大家怎麼看我 在我的頻道裡面還是頻道外面 都是支持我的朋友 真的跟你們說聲謝謝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和自己有共鳴的人 大家千萬不要那麼容易放棄生命 今集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長氣 再見 再見 觀眾說我很疼你們 Hello 對呀跟觀眾打我Hello Hello 不懂嗎 觀眾死不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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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